这节课我们来打通 爬取和展示这块的功能 首先我打开我的前端代码 在前端SRC目录下 找到Pages对应的 我们找到这个叫做 Home的组件 在这里面我们写了之前的代码 现在呢 爬取和展示 其实它的内容是没有实现的 我们做一个实现 首先在爬取上面 我给它绑定一个Click式键 当它点击的时候 当然我写在这个 Button上面 当这个按钮被点击的时候 我执行一个叫做 Handle Crawler 对吧 C-O-W-L-E-R 去Click 没问题 然后我去写这样的一个方法 比如当点击爬取的时候 我来执行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呢 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 阿贾克斯请求的调用 它会调用哪个接口呢 我们之前写过一个叫做 GetData这样的接口 帮我们去爬取数据 如果爬取成功呢 后端的接口会返回一个 叫做Data这样的属性值 它的内容应该是处 所以我们这里要写一个 RES.Data.Data 意思就是 如果后端爬取成功了 那么我该怎么做 这里呢 我可以直接调 Message这个组件 对应的Success方法 提示一下什么呀 叫做 爬取成功 保存 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 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打开浏览器 刷新 点击爬取 它会有问题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它说什么呢 404找不到你的接口 原因是我的接口还没有修改 在这里找到我的后端代码 找到Controller下面的 CrollerController 我在这些接口的前面 统一加一个API这样的路径 不然的话是访问不到的 我加了这个路径回来呢 再去刷新 然后再点爬取 爬取成功 爬取成功 爬取功能就做完了 接着呢 我们要做展示这个功能 我们希望展示啊 怎么展示呢 一个这种图表的形式 把你爬取到的内容 展示在这个页面的下半部分 那么我们就呢 需要引入一个叫做 eCharts的图表库 大家可以到百度上搜索一下 Charts 在这里我们找到eCharts 然后呢 找它的实例 大家可以点击它的实例 就是到官方实例 我们会用这种 折线图的形式 去展示我们当前 爬取到的课程的 学习信息 我们点击 Stacked Line Chart OK 这块呢 是想要生成 这样的一个表单 我们需要 配置的一些参数 后面我们会用到 先把这个页面放在这 然后呢 我们现在是在 React里面 要用eCharts 所以我们需要 看一下 React里面 如何使用eCharts 大家可以打开Github 在Github里面呢 我们可以搜索一个叫做 eCharts for react 这样的一个库 点击 有这样的一个库啊 它可以帮助我们 快速的在 react代码里面 使用eCharts 想使用这个库 怎么用呢 首先要安装eCharts 那么我们在我们的 前端工程里面 去安装eCharts 先退出一下 封气 运行 npm install 刚刚save eCharts eCharts 光安装好 还没用 还要安装我们 刚才用到的 这个叫做 eCharts for React 对应的库 我们复制一下 再到编辑器里面 稍等一下 等它安装好了之后 我们再安装这个库 OK 再运行 npm install 刚刚save eCharts for React 那我们看一下 当这个库 如果都安装好了之后 该怎么去用它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在我们的组件里面 要引入这个 reacteCharts 然后我们复制 这块的代码 到我的前端组件里面去 在这里 引入这个组件 然后呢 在下面 我们可以用这个组件 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 叫reacteCharts 这个组件 配置一些option 来去使用它 那我们在下面 render函数里面 在这个div上面 去写reacteCharts 这样的一个东西 当然呢 这块 我要调getoptions 来获取到 渲染这个表单 用到的配置参数 那我们就要写一个 getoptions 这样的一个方法 反正这个方法呢 因为 this不会变化 所以呢 你没必要写成这个样子 当然写成这样也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这么去写 都是OK的 还是一个 简通函数吧 同意一下 那我要return 它的配置参数 它的配置参数 到哪去找呢 我们刚才打开 eCharts 对应的这个图表的时候 左侧的这些东西 就是我们要用的 这个配置项 我们可以复制一份 全显 然后到我们的 这个位置 去定义一个 这样的option 当然定义完成之后呢 我 const option 或者直接呢 return这个东西 就可以了 保存 那写到这里 我们的代码 应该可以正确的执行了 然后我们去试一下 它能不能把这个表格 渲染出来啊 npm start 回车 这个过程呢 这一块我创建一个 class name 叫做buttons 这样的一个区块 然后把这三个按钮呢 扔到buttons 这个区块里面 展示呢 其实我就不需要了 因为下面这个图表 已经展示出来 然后我对我的页面样式 做一个修改 我把后端的这个文件夹 先关掉 找到前端的 home页面 对应的这个 steal.css 这块呢 我把home page下的buttons 做一些修饰 比如说wise这个时候 可以给它一个 200像素了 上下呢 给一个50像素 padding OK没问题 border我们现在 可以不给 保存 home page呢 我可以给一个padding 叫做50px 我们试一下啊 到我们这么写完之后 保存 好 这个margin right呢 我现在也可以不写 只写成这个样子 我们到页面上看一下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这个爬取和退出之间 需要有一个空隙 那我可以在这里 margin right是5 我可以给一个25像素 chamery 试一下好不好用啊 回到浏览器 这个25好像并没有生效 我们看一下问题在那 still等于 margin 应该是right 对吧 刷新 没问题 看起来还不错 那这块呢 上下的间距 我想让它小一点 那么我就让这个margin 上下给它一个30保存 padding呢 上下呢 不给 左右给一个50 OK 看起来就比较好看了 那现在呢 我们想后面做的这个页面啊 长的样子 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呢 其实我刚才写的代码 还有一些地方要改一下 我们先来看啊 你 get options 这个东西啊 option具体长成什么样呢 其实 它是有一些规范的 我们不能说你随便在里面 比如说把这个text改成一个对象 abc123保存 这块呢 它也不会报错啊 但是如果我们回到页面刷新 它就会显示一个object object了 语法上也没有提示 其实type script我们写这种代码的时候 最好是在各方面都能给我们一些提示 那我就会想到呢 这样的一个option 在我们刚才用的这个 echars for react 这个库里面是否有一些类型 可以供我们去使用 或者去修饰这个参数呢 我们可以点击 command的按钮 进入到这个库里去看一下 它里面呢 会有一个叫做 react echars props 这样的一个类型 里面会有一个option 然后呢 也就是刚才我们传递的这个东西啊 再来看 叫做get option 返回的类型呢 其实就应该是一个object map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object map 我们再点击进去看一下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类型啊 它其实写的非常简单 主要是k 是一个字符串类型 value是任何类型都行 所以这块呢 你写成任何一个东西 value你再写成任何一个东西 都可以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类型啊 定义的并不准确 你会看到 当我们去使用这些第三方类库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这种类型不准确的问题 但有没有办法去解决呢 我们也可以再去看一看啊 我们说除了引用echars for react之外啊 我们刚才还安装了echars这个库 我们现在啊 先随便写一下 这个库呢实际上是官方库 我觉得呀 官方库里面应该会有一些比较好的 这种类型注解文件 或者类型定义文件 但是你会发现 当你引入echars 它会提示什么呀 echars它是用gs写的 你直接这么引 用不了在ts里面 你必须安装echars的类型注解文件 那我就清一下屏 安装echars的类型定义文件啊 我们复制这段安装的代码 清一下屏 -d 好 那么它现在已经安装完成了 这块呢 我点击echars的时候 点击command键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跳转到echars 对应的这样的一个 类型定义文件里面去 大家看啊 这里就比较全了 这里面呢 如果大家仔细去阅读的话 你翻到最顶上 往下去翻 它会有一个 declare namespace 定义了一个 全局的这样的一个 namespace 里面呢 会有些东西 我们往下翻 这块呢 应该有一个 option相关的东西啊 我们搜一下 option 叫做echars option 我们找一下echars option 它是什么啊 get option 其实大家可以看 它的返回内容是一个echars option 我们可以按住command键 再去查一下 echars option 是什么东西 其实呢 它又是一个interface 在这块呢 它会告诉我们 title 这样的属性 长什么样子 legend 长什么样子 和我们刚才看到的 这里我们用到的 往下翻 这个title legend 就能对应的上 所以这块 这样的一个 interface 其实更好的描述了 option 参数 它的类型 我们用它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 那怎么用它呢 其实我们再往下翻啊 大家可以看 这个文件 最终会导出什么呀 一个叫做 echars 对应的 module 那么 我想在外部用这个module 该怎么去用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就不需要这么去写 这块 也不用去引 因为.d.ts 这样的文件 在我们的 node modus 目录下 只要存在的话 它会自动的 帮我们去 引入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去做关联的 所以不需要我们手动的 再去做这些东西的引入 只要它定义了一个模块 那么下面 我直接可以写 模块中对应的类型 这块呢 我可以写一个 冒号 返回的类型是什么呢 是echars.r 刚才我们看到的 echars.r 这么去写就行了 好 写完了之后 这个时候 如果你再去乱改它 比如说text 再给它一个 abc 123的时候 它会报一个错误 说什么呢 说 你这个echars.tattle.option 和 预期 我想接受的东西 不一致 预期呢 它就是一个字不串 你现在传一个对象 它就会给你语法上的提示 所以这块就给大家讲解了 当你去引入一些第三方户 发现它的类型定义文件 有问题的时候 如何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 进行解决 没问题啊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代码里面 是不是还有一些 其他的小的细节的问题 其实还是有的 哪些问题比较明显的 我们可以往上翻一翻 比如说 我们去获取数据之后 这个数据 res.r res的类型是什么 或者说res.data里面 对应的数据是什么 其实现在 我没有对这块的类型做描述 后面呢 我们会对接口返回的 数据类型做统一的修饰 所以这块我先不动 另外呢 像state 它的类型是什么 现在呢 比如说我可以推断出 state它的类型 就是一个boolean boolean的类型 但未来呢 可能这块啊 你里面再写东西的时候 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遇到问题 再来改这块的东西 现在也不着急改 那么现在代码写成这个样子 差不多 我们就先写到这里 那写完了之后 其实对应页面上的功能 大家刚才也应该能够看到啊 我先把上面这块的东西 刚才写的那个没用的 eChars的引入给删掉了 删掉之后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一下代码是否正确能跑啊 npm start OK 服务器启动起来 到浏览器上 也能够正确的展示 那基本上大家这节课写到这里就可以了 当然爬取和退出这块 中间的这个间距要调整一下 我们来调一下 找到 index.tsx这个文件 我们往下看一看 哪里写的有问题啊 在render函数这里 margin left 25像素 这块应该改成margin right 25像素啊 保存 刚才可能没存上 我们再刷一次 没问题了 那现在看起来就比较好看 我们点爬取可以正确的爬取 然后呢 同时把下面这个表格啊 先展示出来了 那下节课呢 我带大家来拿真实的数据 去展示这个表格 这节课就到这里 大家加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一番动作 将来充分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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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